火星探测消息上新 中国火星取样返回任务 总设计师刘继忠介绍 天问三号任务 计划2028年前后实施发射 人类为何要去探测火星 火星取样返回 难点是什么 我们做了哪些准备 探索太空脚步 正迈得更大 更远 航天成果为美好未来 将带来哪些新贡献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 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老红涛 今天一起来关注 探测火星的最新的消息 5号中国火星取样返回任务 总设计师刘继忠介绍说 天问三号计划在2028年前后 实施两次发射 并且实现火星样品返回地球 那么我们为什么 要去遥远的火星去挖土 去火星取样再返回 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 火星探测 对推动航天成果 服务我们的美好未来 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围绕这些问题 我们今天一起来讨论 演播上是请到两位嘉宾 一位是国际宇航连空间运输委员会 副主席杨宇光 欢迎宇光 另外是我们的 杨时财经评论员刘哥 欢迎刘哥 好 在开始讨论之前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 天问三号未来的具体任务 到底有哪些 刘继忠介绍 中国的天问三号任务 在科学研究方面 将把生命痕迹探寻 作为第一科学目标 在工程技术方面 将火面采样 火面起飞上升 还火交汇和行星保护 作为关键技术 规划13个阶段 采取救胃和摇杆等探测方式 开展基于生命痕迹 全链条要素的火星样品研究和数据研究 保证样品拿得回 科学有发现 在行星保护方面 切实履行国际公约 开展前向和反向行星防护 确保不污染火星 不污染地球 以及样品的原始性 刘继忠介绍 天问三号任务 将开展国际载荷合作 样品和数据共享 未来规划共同研究等 三方面的国际合作 与全世界科学家 联合开展火星样品和数据 合作共享研究 联合各国或科研机构 开展火星科研站的 使命与任务定义 需求分析 概念研究 实施方案设计 以及关键技术公关等 共建火星家园 天问系列是我们国家 深空探测器的总的名称 那么新公布的 天问三号任务 就是要去火星取样 然后再返回地球 那雨光在你看来 这项任务的意义 它是什么 对我们人类来说 去火星去探测 并且把这个样品取回来 到底有怎样的价值 应当说探索火星 对人类来说 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因为我们知道 在整个太阳系的 这个八大行星中 那么只有金星和火星 和地球是比较相似的 所以说我们对火星的研究 不但可以使人类 对于整个太阳系的历史 有一个更全面深入的了解 而且通过火星和地球的比较 可以使我们对地球的演化历史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了解 而更为重要的是 那么通过这个过程 可以更准确地 让我们人类 去预测地球的未来的演化 也就是我们未来人类的命运 地球的命运 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么都可以通过这个过程 来获得相似的答案 火星可能是对地球 是有借鉴意义的 没错 是这样的 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第二 因为我们知道 人类从有航天活动开始 就在不懈地在地外的天体 去寻找过去 或者现在生命存在的痕迹 迎刀之说 这是一个人类的一个终极的追求 那么直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发现 那么地球是目前 已经有生命的唯一的一个天体 但是未来 因为我们知道火星的探索 可以对火星相关的痕迹进行了解 而火星在数十亿年前 它是有稠密的大气和海洋的 所以说有可能我们在火星上 找到过去生命存在的痕迹 这个在科学上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 那么最后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说我们人类 未来在火星建立基地 那么如果通过资源的原位利用 可以极大的降低 那么就是人类探索火星的成本 而且可以为未来的走向更远的深空 那么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那么这个意义来说 也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很多人是通过科幻电影来认知火星的 而这样的探测 可以让我们对火星 有一个更加科学的一个认知 那刘哥会如何看待 这一次去火星的渠土的任务 跟前段时间 我们刚刚在月球背面那次渠土 你觉得它之间有什么区别和 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和月球的距离就是38万公里 那么和火星的距离最近的地方是5500万公里 那么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和北京的门头沟 这个距离和去莫斯科的距离相比 或者更远的地方 那也就是说 首先的话 这个距离就造成一系列的麻烦问题 包括通信的问题 对吧 那你现在通信电波一来一往的话 就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的话那你不可能在地面上去控制 它的在火星上的所有的这些行为 它必须自主的来控制 所以呢 它的难度显然是要大的多 那么现在把这个 把这个火星的这些土壤或者岩石 如果取回来以后的话呢 那肯定的价值是非常大的 那么它这个价值的话呢 一方面我们是讲的 就是说行星 从科学研究的方面来说 行星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因为它跟咱们地球的构造非常的相似 对吧 而且呢比如说还有气候变化方面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在研究地球的气候变化 那么如果要是火星的气候变化的规律 我们通过它的样本 能够发现一些什么问题 那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就是技术上的进步 那如果要是我们能够把土壤 或者是岩石把火星的能够挖出来 而且带回来的话呢 它必然的话呢 这一整套的飞行 挖掘返回 这些技术的话 你必须得跟得上 包括你回来以后 所有的这些检测的设备 检测的能力 你也必须跟得上 这是整个带动航天技术的这种发展 甚至这些航天技术 可能也可以用到别的地方 第三个呢就是说 这个对于整个航天工程本身 对吧 那如果要是我们在火星上 能够找到水 对吧 能够在火星上能够合成燃料 能够找到以后呢 生物或者人类 赖于能够在火星原地上去 能够通过供应燃料 或者是生产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那可能就是探索宇宙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大步 而且呢 它就是一个人类 可能进一步探索宇宙的一个基地 所以的话呢 我是觉得这个任务 如果能完成的话 那就是人类迈出地球的关键一步 之前的话呢 你在月球 毕竟还是围着地球在转的 那你迈出地球 这一步的话呢 又是关键的一步 所以围绕火星 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个 非常大的想象的空间的 但是取土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取土完了之后 可能才会有很多 下一步的一些安排 那么这次我们也看到 节目里也提到了 天问三号 第一科学目标 就是要去探寻生命的痕迹 雨光 为什么要把这个作为第一科学目标 其实刘吉宗总是讲得非常准确 因为我们知道 那么就是说 生命 人类或者说智慧的生命 是不是唯一的 我们在宇宙中 是不是孤独的 这其实是人类的一个终极质问 是人类的天性之中 就隐含的这样一个疑问 那么这个问题 如果你获得答案 它甚至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认知 都是会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质的改变的 但是很可惜 到今天为止 我们在土位六 土位二 然后包括其他的和地球 有可能过去有相似环境的这样的星球 还都没有找到生命 但是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说包括过去我们的天文一号 以及这次如果说能够带回来 这个火星的这个样本的话 那么就是说 发现过去生命存在的痕迹 那么本身就有一个颠覆性的一个价值 那么可以想象 就是说它作为一个重点 应当说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件事 是水到其成的 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人类对于外星生命的这种了解 或者说是想象 还是停留在科幻的作品当中 任何的证据 现在我们都还是没有的 是这样的 其实包括我们在天文学上 你比如说这个太阳系 或者说甚至这个银河系以外的这个星球 现在航天技术还没法找达 但是我们在天文学上 也有一些间接的办法 比如说探测的大气的成分 是不是有一些只有生命才能产生的气体 等等这样一些间接的办法 但是这些办法呢 都代替不了 刚才刘哥老师讲的 你把这个样本拿回来 过去有没有这个痕迹 那么从这些样本里面 你有可能分析出它的蛛丝马迹 就像刚才刘哥老师讲的 你在地面上有大量的这种 你在原位巡视你带不过去的 这种大的这种科学的仪器 那么通过这些精细的分析 那么就可以获得过去 可能意想不到的这个成果 那么这个过程呢 可能都是这个手续比较 这个链条比较长的 很复杂的 所以说呢 只能拿回来再做 对 通过这些分析 我们就可以大致能够知道 它是否存在出现生命的 这些基本的条件 对 而且呢 就是这个意义 对我们后续的这个未来 也非常重要 因为毕竟呢 火星过去有过这个 类似于这个 这个适合生命存在的环境 它怎么消失的 那么对人类有什么启示 你想想这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过 今年的6月份 嫦娥6号呢 是首次实践了 在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地球 我们知道探测器着陆月球 并且完成相应的月壤采样 这个过程当中 对降落地的地质土壤结构 提前的研究和分析 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其中 吉林大学的科研团队呢 就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而眼下 他们又在为 未来星球车的设计 展开了新的研究 我们来看一下 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有个狠接地气的实验室 吐槽实验室 吐槽实验室里 这些红色的土壤 是仿真火星壤 走在上面 就能体验火星上的脚感 今天让我们一起 为星辰大海搬一次砖吧 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砖头 它可以保障星球车 能否在行星表面顺利通过 吐槽实验室里 正在模拟 未来星球车在火星上 可能遭遇的路况 在松软的火星壤上行驶 面对高度超过20厘米的障碍物 却根本难不倒这台四驱车 而通过车轮上的传感器 科研人员可以精确分析 星球车在不同环境中运行的情况 每一次的数据收集 都将为星球车的智能大脑提供数据 这个看上去和月球非常相似的环境 是吉林大学科研团队 纯手工打造的仿真模拟测试场 科研人员白天挖坑 晚上实验 他们要在几乎没有光照的环境中 对星球车的智能大脑进行训练 说到底我们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挖坑 月球车遇到坑 它应该如何走 我们挖的坑是服务于我们未来的月球车 在月球南极这样一个纯黑暗条件下的行驶 从搬砖到挖坑 从星球车的车轮系统到整车智能系统 都已经进行了多次迭代 想在地球上对火星车和月球车进行实验 首先需要的就是模拟星球土壤 这些标记着不同尺寸 不同地区的矿物颗粒 都是科研人员一锤一铲 制作出的星壤的模拟大数据 他们为这场奔赴星辰大海的旅行提供了支撑 通过对月球火星土壤力学的研究 吉林大学科研团队已经取得相关的关键核心技术 今年6月 嫦娥6号在月球背面着陆 取回月壤 这项重大创举中就有吉林大学这支科研团队的身影 的确火星取样然后再返回地球 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一个创举 在此之前没有任何的经验去可以借鉴的 那雨光你觉得这项任务它到底难在哪里 我们要去克服哪些难题 从我作为一个技术人员角度来说 我认为有两个方面是特别值得去关注的 一个就是从火星起飞 因为我们知道火星它的引力比月球大很多 而且它还有一个你不可忽视的大气层 所以说虽然我们有嫦娥5号 嫦娥6号 从月球表面起飞 但是从火星表面起飞 它的难度和月球起飞 那又不是一个难度 会比地球起飞更难吗 这个难度是在不同的方面 因为其实在火星起飞 虽然火星的重力比地球要小很多 所以你基本上单击火箭你就可以入轨 但是在火星表面起飞 你不是说你能够飞出火星大气层 你能够绕火星转就可以了 关键的问题你还得非常准确 那么所以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了 那么就是说我们 就是说已经完成了 就是在月球绕月轨道上的交汇对接 那是在38万公里以外 可是你现在要在这个 环绕火星运行的轨道 至少5500万 也可能是几亿公里以外的轨道上 完成一个精确的两个航天器的交汇 而且就是说因为原因是在于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虽然是两次发射 但是它的这个基本的任务 泡面和我们的这个月球采样是类似的 也就采用这个目标这个星球的 这个环绕轨道上的这个交汇对接 那这种方式呢 它有最高的效率 所以说你可以把整个任务的规模 降低到最低 花钱最少 但是它带来的这个难度就是 这个在它的环绕轨道上 进行交汇对接 这个实在太难了 那么我们在月球38万公里以外 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 保证两次任务的成功 可是你在几千万上亿公里以外 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个难度又是上了一个台阶 就不管是通信方面 还是这个推进器的功率方面 都会有更高的要求 导航 导航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航天器要想精准 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和速度 真是非常非常难的 因为我们知道 你从地球飞往火星就很难 那你现在就是不是说 光飞到火星就结束了 你还要从火星回来 这个代价是非常高昂的 就是它需要付出的能量 和你去的过程是类似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不可能说让一个航天器 完成所有的任务 所以它一定是分开的 分开就带来了这个 你要交汇的这个问题 那所以说它的这个难点 在我看来这两点 是将来我们需要 最关注的硬骨头 2028年前后 是要分成两次发射任务的 这两次任务 它们之间会有什么分工上的不同 这个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 一个是负责将我们的这个探测器 落到火星表面 然后采样以后 用一发火箭 把这个样本带回到 绕火星的轨道 我们也可以管它叫 这个着上组合体 那么就是说 是完成这个任务 但是它就到火星轨道就结束了 那么另外一个航天器 它带有轨道器 带有返回器 那么它也是飞到火星的轨道上 但是它要去主动地 去和你踩上了样本的 那个飞行器去进行交汇 然后把样本得到 然后你在刚才讲的 就是付出同样巨大的能量代价 你回到地球 所以说它是这样去分工的 为什么非两次进行发射 就是说我们知道 我们国家目前最强大的运载火箭 长征五号 它也只能把五吨多的天文一号 送往火星 那如果说是要采样返回的话 你五吨多这个就不够了 所以说我们用两次发射 来解决这个运载能力的问题 也是一个最经济的一个选择 是 也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是要克服很多的难题 但是只剩下四年的时间 刘哥你觉得这四年里 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准备 技术方面的话呢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挑战的 那么我们看呢 在人类的历史上 从1960年的时候 第一次苏联就发射 探测火星的这个火箭 那么到现在的话呢 总共发射了44次火星的探索 只有18次是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也就是说还不到一半的数字 那么也就是说 这里面的话呢 那么非常多的意外 和各种的困难发生 那包括在2021年的时候 美国的毅力号 现在呢 在落到火星上呢 去采样 这个采样的过程当中 那么相对而言 我们可能觉得 这个比起来返回啊 比起着陆的话呢 可能要简单一些 但是也是有很多的任务的话呢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就是说再采集样品 比如就那个钻头 再怎么使用 然后再把它收回回来 那么现在呢 还处在一个试验的当中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有了这样的一个计划啊 在前半程 就是说从地球起飞 然后呢 飞到火星上 再着陆 这个差不多 应该经过这 60多年的技术积累 应该是差不多 已经有 主要的大家是有机可循的 是可以参照的 可以有技术经验的积累呢 是 但是到了 这个火星以后 然后呢 钻探 然后取样 取样 然后呢 再把它返回 那么就是一系列的问题 包括呢 我们的祝荣号呢 在火星上 后来为什么就再联系不到了 那可能就是说 在火星上呢 它有它自己的气候的条件 它有大气层 对吧 它有风暴 那有可能就是说 你原来的 已经都计划好的 着陆的地点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可能遇到的沙尘暴 和其他的一些意外的因素 最后呢 还会改变你的 这个地面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所以各种的话呢 这一种不确定的因素非常多 需要功课的 技术上的难度的话呢 应该说是非常多 而且所有的这些呢 就是过去的话呢 是没有哪个国家 没有哪个 这个 哪条的实验的 这个时候还能够完成的 所以呢 就是 即使原来的呢 都是完成率呢 那么低 那么现在呢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再去完成的话 全是技术难点 很多地方需要突破 是 需要我们自己去 根据我们的经验和积累 同时要去不断的创新 才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好的 欢迎您继续关注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马洪涛 作为太阳系中和地球 最为相似的行星 火星 这颗遥远而神秘的红色星球 让我们无限的遐想 而火星取样返回 这又是一个 前无古人的创举 所以天问三号探测任务 就格外受到 大家的关注和期待 浩瀚太空探索永不止步 航天人在太空探索领域 不断创造新的突破 也在不断为我们人类的未来 贡献新的力量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